中台湾的疫情进展 在彰化今天新增的两例确诊 其中一人依旧是之前牌咖传播链 60多岁的妇人 她在居家隔离期间PCR裁剪确诊 目前整个牌咖传染链 已经累计了38人确诊 那另外一人是在北部工作的男子 15号返乡23号 因为陪病的关系 发现确诊 目前感染源还有待厘清 另外在苗栗 今天新增的三例确诊个案 他们都是在隔离防疫旅馆的外籍移工 现在也都在医院隔离 彰化麻将牌咖传染链 在天一人确诊 一名牌咖的妻子孩子都染疫 而她60多岁的母亲 当初6月2号裁剪一彩阴性 9号进行居家隔离 没有想到14天起满后 没有症状PCR检测 却是阳性确诊 CT值30 目前牌咖传染链累计38人 另外一名确诊个案 则是在北部工作 30多岁的男子 之前返乡 为了要陪阿公开刀陪病 裁剪后发现是阳性 因为没有症状 感染源代查 目前他的疫调足迹 也还在厘清当中 这个病毒量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现在研判起来 可能还是5月16之前 在这个北部的时候 就已经有感染了 彰化目前全县累计 257例确诊个案 由于之前神坛感染链扩大 造成其他县市也出现了确诊者 县府动用警力 出动了199人次 清查了县内407家私人神坛 幸好都没有发现有违规的情形 而在苗栗县 今天也新增了3例确诊个案 都是隔离在防疫旅馆的外籍移工 目前收支在医院隔离当中 没有相关的公共足迹 而到目前为止 全苗栗县一共累积了 566例确诊个案 接张花苗栗综合报道